华为的年度旗舰手机里我们越来越近了 华为官方在9月1日正式宣布 将在9月19日于德国慕尼黑发布Mate 30系列手机 和往常一样 华为在发布会日期之外只展示了一幅宣传图 散发出CD文光芒的圆圈暗示着Mate 30系列在工业设计上的变化 剩下的只有重构想象这句话 以及留给我们的无尽想象 后置四摄像头究竟是哪四个 无论是哪一种传闻 Mate 30系列的后置多摄都会包含透幅以及超广角摄像头 部分消息显示 主摄像头与P30 Pro保持一致 基于4000万像素的Sony IMAX650传感器打造 F1.6光圈 它会有同样是4000万像素的副摄像头 或许能够像诺基亚9的多摄阵类一样 实现照片宽容度大幅提升 高宽容度能让照片呈现出更多的细节 在画面主要部分大幅增加的同时 亮部和暗部也能看得更加清楚 另一部分传闻中 4000万像素复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P30 Pro同款前往式长焦摄像头 P30 Pro的5倍光学变焦 10倍混合变焦能力让无数人惊叹 Mate 30系列沿用这一优质设计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哪一种传闻更为可信 恐怕得到发布会上才能得以确认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 Mate 30 Pro其实配备了5个摄像头 来自不同渠道的渲染图都显示这款手机会有圆形多摄阵链 并在左侧安放闪光灯和莱卡标时 闪光灯下有个小圆点 部分渲染图中它是副闪光灯 另一部分中却成了从未有人提到过的第五颗摄像头 华为在P30 Pro上采用了透副镜头独立出来 与闪光灯放置在一起的摄像头设计 如果Mate 30 Pro将其沿用下来 那么我们就能解释4000万像素辐射 和前往式长焦的传闻同时存在的原因 它们都可能是真的 瀑布屏 全面屏在2019年的新形态 所谓瀑布屏便是在左右边缘形成近90度的大角度弯曲 并将中框边缘盖住 画面从正面看上去就像瀑布一样延伸出去的屏幕 瀑布屏势必会让手机上的屏占比竞争升到1%以内的较量 诚然瀑布屏还有边缘误触交互设计以及难以 专人的摩布屏幕